你是代表你自己现在的爱心吧你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都看出来了 你这样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我负责任就负责任 怎么这样 别在我家院子里吵 吵什么呢 我在看书呢 一人 把弟弟回屋去 都不是好东西 爸 我考上重点高中了 我长大了 可以照顾妈妈了 我可以照顾哥哥了 我会考上大学 我会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还会回去 我会带着哥哥 带着妈妈 一起住回那儿 龙龙 起来了 龙龙 上了高中之后 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能再像以前似的 要和同学好好相处 少跟人家争执 少打架 哥 知道了 龙龙 平时没事的时候 都帮妈妈干干活 咱妈身体不好 龙龙可聪明 肯定念书见得比我好 哥 我先进去看书了 阿 阿 珍 假 有 回到老宅不久 忠浩老师的哥哥 就这样一声不吭 离开了家 王老 王老 你看见你哥没有 你根本不见了 妈 别急 等时我一起去找 这能不急吗 我这四处找都没看见人 这天明亮的时候 我是听见着门响了 这当时要起来看看就好了 龙龙 平时没事的时候 都帮妈妈干干糊了 咱妈身体不好 你爸 你爸 老师 你爸 乖 我爸 你爸 你爸 我爸 你爸